近期NCC审议的电信管理法草案 内容没有明确规范业者在偏乡见识的最低要求以及涵盖率 担心会扩大城乡差距 立委刘兆豪特别要求应该把区域均衡的精神给纳入 来达成全国通讯品质均衡发展 民众在使用手机上网时 在不同的地方网路讯号也差很多 尤其对台东的民众而言十分有感 近期NCC审议的电信管理法草案中 内容未明确规范业者在偏乡建设的最低要求及涵盖率 业者将以市场规模大小来建制 偏乡可能因此被忽略 恐扩大城乡差距 立委刘兆豪也特别要求 应将区域均衡的精神纳入 来达成全国的通讯品质均衡发展 那我们显然可以预见在消费者人数比较少的地方 或者是他建制相关基础建设成本比较多的地方 他显然会受到比较少的关爱的眼神跟投资 业者如果说换成一般人是业者 他将本求利他一定是这么做 他会集中在北部 因为北部的人口数就占了我们全台湾的二分之一以上 那所以那我们政府应该在定一个 对这样要求的最低标准 比如说不经济地区或者是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 我最低的标准要求你做到什么程度 那如果你比这个最低标准还往上的时候 那我们再审核你的营业计划 或取得执照相关的行政上的一些 你要政府的措施帮助的时候 他就会比较有加分 我的意思是这样 那如果是相关的配套的话 我们来看怎么样 就是我们要位与筹谋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电信的管理 如果只有市场机制唯一做考量的话 那我们可以想见 那又会形成一种区域上的落差跟不公平 应该只有这样 对应该它除了在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交通 现在只有两种 一种是有型看得到的交通 马路 铁路 航空 这个其实电信是 现在现代的无形的交通 那其实它是最有可能 可以做到区域均衡发展的 那本席在那边要求 主委你要就位与筹谋来做 落实这件事情 相关的配套我们一定会 那当然现在已经有一些 相关的法律或行政上的规定措施 应该要去严格执行 我们就还是要继续执行 为了让台东偏乡也能享有更好的电信品质 刘赞豪建议NCC 因拟定优惠措施 鼓励业者在偏乡地区采用基地台贡购 提升服务品质 记者潘君伟台东市报道